清朝的官职体系中,竟然有一个权力比皇帝还大的特殊职位,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这个职位仅有两人担任过,他们在朝堂之上的影响力令人瞠目结舌,究竟是什么样的官职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为什么会有如此少的人能担任这个职位,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心和政治博弈? 探寻历史中的宝藏,点击订阅纵观史书,摄政,顾名思义,是指代替皇帝行使权力的人,不止权势滔天,更能接受满朝文武的朝拜,从地位上来说,甚至隐隐有超过皇帝的趋势,从理论上讲,在清朝这样一个皇权至上的朝代,是不允许有人窥探皇权的,但为何又能允许有两位摄政王的存在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皇帝过于年幼,他们不能独立自主处理政事,于是需要人从旁辅佐,担任摄政王一职,虽说摄政王的地位名义上低于皇帝,但实际上往往间接把控朝政,拥有了实权,纵观清朝,一共有两位摄政王,分别是多尔滚和宰丰,这个特殊的官职,其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凌驾于皇帝之上,然而正是这种超然的地位, 也为担任者埋下了潜在的危机,摄政王的存在,打破了传统的权力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皇权的神圣性,为清朝的政治体系带来了新的变数,摄政王的出现,远于清朝特殊的历史背景,1636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突然驾崩,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当时年仅六岁的弗林被选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顺治地,但显然,一个幼童无法独立处理国家大事,于是摄政王这一职位应允而生, 这一角色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政治困境,也为清朝的早期统治奠定了基础,确保了政权的稳定过渡,在中国历史上,辅佐年幼皇帝的大臣并不罕见, 但像清朝摄政王这样权力如此之大的职位,却是前所未有的,摄政王不仅代行皇权,处理朝政,还能接受满朝文武的朝拜,其地位之高,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这种权力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清朝严格的等级制度,也为日后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摄政王的存在,使得清朝的权力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也为后世研究清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多尔滚,野心家的权力之路,在清朝的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摄政王的是多尔滚,作为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的弟弟,多尔滚从小就在权力的漩涡中成长,他精明强干,野心勃勃,在皇太极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抓住机会扶持年幼的弗林登基,自己则被封为摄政王, 多尔滚的崛起,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更是清朝早期政治生态的产物,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权力博弈,多尔滚上位后,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才能和野心,他迅速清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在他的统治下,清军南下,攻克北京,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多尔滚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他不仅掌控朝政,还能随意任免官员,甚至要求群臣向他行跪拜礼,他的统治手段高明,既利用满族贵族的支持,又笼络汉族官员,成功地平衡了各方势力, 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监视的基础,然而权力的巅峰也意味着危险的来临,多尔滚的专权引起了年轻顺治帝的不满,顺治帝多次想要除掉多尔滚,但苦于没有机会,命运似乎在玩弄人心,就在多尔滚权势滔天之际,他突然在一次狩猎中坠马身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多尔滚的突然离世,不仅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历史谜团, 多尔滚的死亡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悬念,有人说他是意外身亡,也有人怀疑是被暗杀,无论如何,他的突然离世为顺治帝重新掌权提供了机会,顺治帝迅速清算多尔滚的势力,甚至下令将其尸骨挖出鞭尸,可见其对多尔滚的憎恨之身,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清朝早期复杂的政治生态,也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多尔滚的兴衰,成为了清朝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多尔滚的倒台,让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了摄政王这一职位的危险性, 在接下来的近二百年里,清朝再也没有出现过摄政王,这段时期,清朝的皇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皇帝牢牢掌控着朝政大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的智慧, 也标志着清朝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稳定,然而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当人们以为摄政王这一职位已经成为历史, 他却在清朝即将灭亡之际再次出现,这一次担任摄政王的是一个与多尔滚截然不同的人物, 摄政王制度的重新出现,既是清朝面临危机时的无奈之举,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度调整来挽救王朝的努力, 这一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对权力结构的重新思考, 宰丰末代摄政王的无奈,因多尔滚权力过大,在清王朝接近两百年时间里,都未曾再出现过摄政王, 直到溥仪时期,他的亲生父亲宰丰当上了摄政王,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年仅三岁的溥仪被立为皇帝,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 慈禧太后临终前任命溥仪的父亲宰丰为摄政王,这一决定, 使得摄政王这一职位在陈济界二百年后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宰丰的任命,既是对清朝传统的继承, 也是面对内忧外患史的不得已之举, 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危机时刻的政治智慧, 宰丰与多尔滚有着天壤之别,他性格温和,为人谨慎, 不善于权力斗争,作为溥仪的父亲, 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年幼的皇帝和维护清朝的统治, 然而他上任之时,清朝已经日搏西山, 内忧外患不断, 宰丰面临的局面比多尔滚要复杂得多, 他不仅要应对国内的革命浪潮, 还要处理与列强的复杂关系, 这些挑战都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宰丰尽力维持清朝的统治, 但他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 新政改革, 历险运动, 军阀割据, 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 宰丰意识到清朝已经无可挽回,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主动放弃权力, 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爆发后, 宰丰便辞官回复, 将权力移交出来, 结束了自己的摄政生涯, 开始明哲保身, 之后更是与自己的儿子普一断开联系, 不掺和他的事情, 办办学校, 上上课, 一直受政忠情, 这一决定虽然标志着清朝的灭亡, 但也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冲突, 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做出了贡献, 这一决定标志着清朝的正式灭亡, 也结束了宰丰作为摄政王的短暂生涯, 与多尔滚不同, 宰丰在卸任后选择了隐退, 远离政治漩涡, 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他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智慧, 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明智的退让有时比顽固的坚持更有价值, 宰丰的命运成为了清朝末年复杂政治局势的一个缩影, 两位摄政王的不同命运, 多尔滚和宰丰, 这两位清朝唯一的摄政王, 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 却都深刻的影响了清朝的历史进程, 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 更是清朝政治变迁的缩影, 反映了不同时期清朝面临的挑战和统治者的应对策略, 多尔滚是一个典型的权力野心家, 他善于权谋, 勇于进去, 在短短几年内就将清朝的统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他对权力的贪婪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便在权力的顶峰, 也要保持谦逊和警惕, 多尔滚的兴衰, 不仅是个人悲剧, 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反映了清朝早期政权建立过程中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 相比之下, 宰峰则显得更加谨慎和理性, 面对清朝的衰落, 他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 主动放弃权力, 这种明智的选择不仅保全了自己, 也为清朝的和平, 推出历史舞台做出了贡献, 宰峰的经历, 反映了清朝末年统治者面对巨大变革时的无奈和智慧, 也为我们理解那个动荡的时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这两位摄政王的不同命运, 折射出了权力的两面性, 权力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毁灭一个人, 如何正确的对待和运用权力, 是每一个身处高位者都需要深思的问题, 多尔滚和宰峰的故事, 不仅是清朝政治史上的重要篇章, 也为后世的政治家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他们的经历提醒我们, 在面对权力时, 既要有开拓进取的勇气, 也要有知进退的智慧, 清朝摄政王这一特殊职位的兴衰, 为我们展示了权力的魅力与危险, 多尔滚和宰峰两人的不同命运, 反映了面对权力时人性的复杂性,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处于何种位置, 保持理性和谦逊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权力的游戏中, 能够洞察局势, 明智决断的人, 往往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 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引起您的共鸣和愉悦, 如果喜欢,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